来 好 要记得这个标准吗 他们这动作 有点便宜 不协调 下一个吧 嗯 来 走 然后 起下 二 三 来 你是 这 你不知道她是有男朋友的人吗 你怎么来了 很不希望我来吧 说什么呢 你不是在画店吗 为什么在这儿 这个就有点一眼难尽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她是加谦 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 现在是一名很优秀的舞蹈演员 这位是顾艳成 是我的男朋友 好 原来你就是雨萱的男朋友 没错 我就是她的男朋友 雨萱 那你们先聊 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训练 嗯 好 说吧 你在这儿干吗呢 又吃醋啦 严肃一点 我就是让加谦当我的舞蹈老师而已嘛 加谦加谦 叫得那么亲密 跳舞需要这样吗 跳舞需要这样吗 那就是几个舞蹈动作而已嘛 你不是不能跳舞吗 现在又能跳了 就因为这个男人 看来他真的比舞还重要 好清新刺鼻的柠檬味啊 好了好了 告诉你了 其实我呢 学跳舞是为了你这个醋孩子学的 为了我 你不相信啊 那算了 我不练了 你 真的是为了我 本来呢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那现在 算了 其实 其实我就是担心你 况且还是跳舞 那你说 我本来要给你准备的这个惊喜怎么办啊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吧 你说呢 作为你的正牌男友 看到你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一时失去理智也不回国吧 还敢狡辩 好了 我承认 这次是我的错 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笑了 笑了就是原谅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没有偷看 对对 那个 不是有意的 我就想跟刚老师学几个舞蹈动作 你说这 这不好控制啊 那你们继续聊我出去连 刚老师 等一下 有什么事吗 刚才是我失礼了 向您道歉 没事没事 我会解开就好 女轩是我朋友 我也希望她能幸福 对了高老师 刚才我在看你们跳舞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问题 没想到这你也能看出来 只要是跟小夏女友关的事情 她都很敏感 确实有些问题 雨萱的动作很不流畅 感觉在跟自己看好 但我觉得她内心又是渴望跳舞的 但身体却本能在反抗 所以刚才我才牵着她 想要让她跟着我的韵律一起走 感受舞蹈的韵律 我虽然不懂舞蹈 但是我看你们跳舞的动作 想到了仙女藤天图 所以 你是想要跳一支仙女藤天舞 好啦 这下惊喜彻底没用了 傻瓜 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好 我知道 这次比赛对你而言很重要 所以我也想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知道了 只要是对你好的事情 我都会想尝试着去做一做 哪怕只是跳一支舞 为了我 辛苦了 但是答应我 不要勉强 不要受伤好不好 放心吧 我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的 我们继续练习吧 好 那你们 没事的 那你们继续 我在外面等你 一起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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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听到你的事儿了 怎么了 麻烦你跟慧琳说一声 生日慧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她再不给我答复 我就要去找她问清楚了 我好像 没太听明白 他能听明白就行 谢谢了啊 好 拜拜 南美又选得不错 好 所以吧 别美了 继续吧 好 来 这次跟着我跳 嗯嗯 别看了 五 六 七 走 对 衍生出去 画